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估计是预计要抗击曹魏 而蜀汉 这时候开始也是日夺西山 冲于蜀汉灭亡后 马抗使死不投降曹魏 而带领数百家族亲兵 主要是跟随马超的西凉枪底族人逃出成都 一路向西 统治亚美尼亚几百年 为什么马抗要瓦西逃 主要是因为马超的枪底族血统 因此马抗准备投奔枪底 以求保护 而当时的族人都跑到了中亚 马抗被当时的亚美尼亚王接纳 并赐给了一个省的地盘 而后马抗凭借军功 逐步获得大权 并被赐信 形成后世雄霸亚美尼亚的马米科尼扬家族 开始统治亚美尼亚 这个家族从公元四世纪一直到七世纪 保持了三百多年的统治 而且现代的亚美尼亚史 也明确记载 马米科尼扬家族的始祖就是马抗 简直赤牛道非常啊 带领几百人 却在几千里的一国他相统治几百年 这比武虎上将其他人子孙的默默牛文 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本集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